真的不会太超过 强风侵袭蓝宇 就算门户紧闭 呼呼风声 还是能听得超级清楚 路数随着强大风势不断摇晃 电线加固套都被吹断 蓝宇居民看到门外的情景 被吓得不敢出门 蓝宇刮起17级强阵风 风雨强劲 民宅的铁皮都被掀翻 我已经在家室周围 看到人家的屋顶都是掀的 空地也都是别人家飞过来的铁皮 裁风的孩子会知道保护自己 强劲风市还有这里 台东路数不敌强风被吹断 横在路中央 市区的机车也被吹倒一排 招牌散落在地 旁边还吹着被吹断的电线 更危险的是还有瓷砖 从高处吹落砸碎在地 远景帽子大雨拉起风索线 吉安乡南海五街上多处电线吹落 不敌匡风电线赶倒地 小货车也被吹翻 动弹不得 警消在两头拉起封锁线 双向交通受阻 破17级强阵风袭来风速季都被吹坏 花东离岛居民更是严加戒备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